溝通過了 所以呢現在 隨便我們怎麼玩的啦 他不會再干預了 所以要怎麼樣 拍手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犯禁忌啊這樣 會不會等下喝醉了對不對 就會被五個女生包圍在那個地方 一定要五個嗎 十個 四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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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個成語有得好 你說 對對 他的調音器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 他必須要用這個議題 才有辦法把他的吉他 跟他的這個聲帶呢 調到一個基準點 阿彌陀佛 如果沒有的話呢 他等一下唱的時候都會走音啦 會亂掉啦 希望大家呢 可以吃那個山西米啊 台東 我剛剛下班了 他很會抓那個吉羽啊 對啊 你不是每次都去標那個吉羽嗎 對啊 我來那個台東 我日本嘛 我日本來嘛 我日本來這個台東的時候 就是他叫我去吉羽嘛 那吉羽每次呢都吃不完 都丟在路邊餵那個狗啊 那個狗都痛風啊 對啊 不是嗎 狗吃了雨會皮膚不好 哦 原來是這樣 貓吃了才皮膚好 對不對 是不是 啊人吃了會怎麼樣 會更健康啊 真的嗎 才懂真的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都不知道 這個都是老人家說的 有一首歌你知道嗎 在台灣你唱紅很多人翻唱 有一首歌叫彩虹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一道彩虹 就是他 他的作品 你們還不拍手 黃小虎也唱了 很多人唱這首歌 就是他的作品 他就真的隱身在這個 台東這個地方 默默在那邊飆飆起雨 其實彩虹這個歌呢 我是不小心做的一首歌啦 剛好那時候我站在我的陽台上 看著 對面的陽台 因為我的陽台對面也是個陽台 剛好我看到一個姑娘 她一直 她在曬她的衣服 她一個禮拜曬一次 所以她一次就曬了七件 你看她家有多張 她有 然後蔡董剛好經過 她七件的貼身衣物 就曬在她的陽台上 就隨著風飄揚的時候 就好比一道彩虹啊 亂講那個叫國旗啦 好比七彩的 那個叫國旗啦 所以我就做了這首歌 陽台上的彩虹 拍手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彩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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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我出现在雨中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温度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雨后 也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山河 它却唱 唱就现在我心中 当我是年龄的时候 总是有梦的梦 原来关了心意 它却唱 唱就现在我心中 当我是年龄的时候 总是有梦 你只能恋惜我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雨中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天空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雨中 有一片彩虹 我出现在雨中 彩虹 东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是小龙女的谁?小龙包吗?我不能吃的,我不好吃的